最美好的也是最痛苦的就是爱情 最大高贵的也是最低贱的就是婚姻和家庭 斯特林宝婚姻带给一个人的本来应该是幸福 但是走入婚姻中的两个人难免要面对朝夕相对的生活 当曾经的热情慢慢退去 彼此之间更多的只剩下了责任 婚姻要做的就是将这份责任坚持到底 很多人坚守了自己的底线 一生中与发妻相守到老 但是有的人会慢慢疲倦于这种生活 选择重新开始一段感情 娱乐圈是一个极其纷繁复杂的地方 方敏仪曾经在罗家良的背后当了28年的贤妻良母 没想到离婚后带儿子住出租屋 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 方敏仪后悔吗 盛大婚礼客气疏离 罗家良与二婚妻子素颜结婚时 两个人在婚礼现场说着非常动人的感言 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殊不知 曾经她和发妻方敏仪也有过海事山盟 娱乐圈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绯闻 真真假假 让人难以变清 罗家良和璇璇因为出演流近岁月表演太过真实 不少媒体传出他们恋爱的消息 这个时候 罗家良已经和方敏仪谈了18年的地下恋爱 方敏仪听到消息非常委屈 她觉得自己这个正牌女友很不值 罗家良承诺一定会给她一个极其盛大的婚礼 她说到做到 18年的爱情故事终于公之于众 无数粉丝羡慕方敏仪的陪伴 结婚之后 他们从二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 但是他们之间的问题慢慢地暴露出来 丈夫从早到晚都在外面拍戏 方敏仪一个人照顾家庭 他们有时候之间看似交流 但是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 最后无奈走向了离婚的地步 如此客气疏离的两个人 曾经会如热恋情侣那般美好吗 教室巧遇 全心激励一起携手走过28年多的时间 他们从青春年少的男女朋友成为老夫老妻 但回首往事 依旧能感受到青春气息的美好 罗家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 只是做着普通的打工工作 同时晚上还在夜校上课 某天下课玩心大气 一下子转开了教室的大门 没想到里面坐着正在学习的方敏仪 罗家良闹了个大红脸 两个人也这样一来二去有了话题 从朋友发展成为恋人 罗家良在恋爱期间 经常会在女朋友旁边唱情歌 方敏仪感动之余 发现了她过人的艺术天赋 萌生了让她当明星的想法 甚至自作主张给她报了歌唱大赛 罗家良硬着头皮参加 得到了作词人卢国瞻的赏识 推荐她出演电视剧 在她最崩溃最难过的那段时间 一直都是方敏仪陪伴在左右 全身心地鼓励她往前行走 甚至担心影响她的事业 没有公布恋情 方敏仪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爱了28年的男人 会和她提出离婚 他们离婚仅仅是因为彼此的疏离吗 命运使然 低调使然生命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这些人的出现由于各种巧合 可能会决定了自己之后的人生选择 在方敏仪和罗家良的婚姻进入冷淡气之后 一个名叫苏妍的女人出现了 苏妍和方敏仪的冷静不同 她在剧组大打咧咧 和很多人都能打成一片 罗家良觉得苏妍的出现 带给她沉浸的生活一片波澜 更带给了她生活的希望 她选择去追求已经有了家庭的苏妍 方敏仪则知此消息后非常平静 离婚之后的她 住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出租屋里面 由于罗家良工作很忙 她还会抽时间去看望公公婆婆 当罗家良和苏妍的孩子出生 罗家良沉浸在又为人妇的喜悦中 方敏仪却一个人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他们离婚的时候 罗家良净身出户 但是后来很多人才发现 她虽然留给了前妻一处房子 但是那个房子只付了首付 上下的房贷 需要50岁的方敏仪来还完 面对前夫的这种做法 方敏仪从来没有在媒体面前抱怨过一句 即使生活拮据 也会自己想办法节约 至于后不后悔 我想爱过便不留遗憾 看着心爱的儿子 又哪来后悔之意 彻底失望 明智放手罗家良的做法 让旁人都非常心疼 更不用提和她共度多年的方敏仪 她的沉默不是屈服 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望 她选择的不是强行留住这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而是放手让她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对于对方是一种成全 对于自己也是一种解脱 TVB三界世帝罗家良近年已经长居内地 虽然不时有作品出街 可是角色都属于客串性质 看来如今她拍戏并不在乎戏份有多少 而是重在享受拍摄的过程 近日 罗家良罕见地在社交平台晒出新动态 只见短片中的她穿着很清凉 白色T恤搭配牛仔短裤 戴着墨镜和白色的棒球帽 整个人的状态显得很放松 想必是与家人在度假 短片中还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罗家良的助理 她询问罗家良大理舒服吗 罗家良则是相当肯定地表示 太爽了 只言当地的温度也就20度左右 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从其言谈中不难看出 罗家良正在大理度假 对于当地的气候条件 她似乎相当满意 看来是找对了避暑圣地 此行她应该是与妻子苏妍同行 因为从对方的动态中能够发现短泥 苏妍似乎比罗家良更早来到大理 她显然很喜欢这个地方 每年只要有时间 苏妍都会带着家人到此住上一段日子 从罗家良如今的状态中不难发现 她虽然发福的迹象不太明显 但是却颇有老态 面部垮大很厉害 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松弛 对此部分网友也很理解 毕竟她已经59岁了 作为普通人 罗家良又怎能够与时间抗衡呢 对于港剧粉而言 罗家良在大家心中的地位 绝对是无可撼动的 作为三界势地 她不但演技可圈可点 观众缘也非常好 因此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喜爱 当年她参演的剧集 收视率可以说创下TVB的历史新高 比如创世纪 难兄难弟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难得的是 罗家良的戏路很宽广 他从不会为自己设限 不管是反派还是正派角色 他都拿捏得很到位 这在观众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众所周知 对于老好人这类的角色 很多艺人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挑战 可是罗家良却不这么认为 他总会从不同的角度来钻研角色 募求给观众带去不同的新鲜感 进而引发观众与角色的共鸣 饰演反派角色的时候 罗家良会想 自己怎么做才能够引来观众的骂声 这样才能算是一个演员的成功 诚然他做到了 在《天地男儿》中 罗家良戏里的黑化 在观众看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他坏的也是恰到好处 角色在他的诠释下 似乎变得更加有血又肉 这两年 罗家良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 他的荧幕形象依旧很多变 每次总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 难怪路人员一直飙升 除了拍戏之外 罗家良也曾尝试加入直播带货的大军中 可是销售额并不算理想 在此基础上 还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由此看来 罗家良并不适合这条路 或许本分的演戏才是他最正确的选择 戏外的罗家良是个女儿奴 他非常疼爱不到十岁的女儿 曾送了女儿差不多一屋子的小熊玩偶 其中还有一些是木头雕刻出来的 很具有收藏价值 据说个别的木雕在市面上已经炒到了一百万 可是罗家良并没有为了物件本身的价值 而禁止女儿触碰 反而依旧让女儿当作普通的玩具玩耍 想来也是非常宠爱女儿 难怪网民看后表示非常羡慕 不管怎样 希望罗家良未来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好作品 一家三口的生活也能够越来越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